一个消息美国联准会宣布明年起就要缩减QE 也是量化宽松要减码了 因此呢美元是硬伤上扬 再加上台湾的央行在尾盘出了重手来加速贬值 台币今天就重贬了两脚 以29.945元对一美元作收 目前台币连续贬了八天了 比南韩贬的还要更多 创下三个半月的新地记录 对出口商来说应该是个利夺消息 还要来看到女子天团